香港廉政公署上午发布新闻稿证实 二号落案起诉 2018年立法会补选候选人欧诺轩及歌手黄耀明 控告两人涉嫌在该选举中做出舞弊行为 向他人提供娱乐 以诱使他人投票与该候选人 集会期间黄耀明在台上演唱了两首歌 在表演尾声 他呼吁出席集会的人士 于上述选举中投票与欧诺轩 黄耀明当时也感叹 过去有立法会议员被政府无理DQ 而黄耀明二号上午八点 还有在脸书最后一次更新发文 转填香港市民支援支联会前副主席 邹幸彤的欲中书信 不论法庭如何决定 话我还是会继续说的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黄耀明表示 谢谢你的文章必读 包括香港著名歌手何运师 艺人杜文泽都在社群媒体上关切 侯运师除了转贴黄耀明被拘捕的消息 还用一连串的贴图表示愤怒与祈祷 而大量网友也涌入黄耀明脸书集气 盼望一定要平安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 姚汉宇整理报道